双性恋违法吗 这五天一粉丝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双性恋违法吗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啥是双性恋呢 双性恋就是既喜欢同性 也喜欢异性 是性取向分类之一 与同性恋异性恋这种单性恋并列 双性恋其实也可以分 分为双异性恋或者双同性恋 双性恋可以对同性产生爱情 但更多的时候比较偏向异性 而双同性恋可以对异性产生爱情 但更多的时候偏向同性 双性恋仅仅仅是一种性取向 它不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性别属性 它可能是男人 可能是女人 也可能是跨性别者 并且真正的双性恋 其实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性取向状态 它不会因为当时伴侣的性别身份而改变 那问题来了 双性恋到底违法 本来这问题我真不想聊 妈还有点敏感 但是很多粉丝问了我好多次了 妈行 讲一下 先给个点赞 法律其实更多的是规范人的行为 你自己喜好什么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不管你是异性恋 同性恋还是双性恋 都不违法 但是你不能欺下别人的权利 比如同妻同夫 啥 同妻是啥 同妻就是男同性恋的妻子 同夫就是女同性恋的丈夫 这个时候 你不能剥夺对方的知情权 等结完婚之后才发现 还有就是 你不能强迫别人去接受你的性取向 比如省暴力协迫等方式 猥亵或强行别人 这都是违法的 最后我想说一下 对于不同的性取向 我们要做的就是尊重 尊重每一种选择的生活 不歧视不反对 不过度宣扬 不过度解读 也不过度关注 我们本事一样吧 又有什么不同呢 你们觉得呢 借同所违法吗 啥 借同所 不知道是吧 来给你们科普一下 借同所 顾名思义就是借掉同性恋的地方 就是有些家长 突然发现 自己的孩子喜欢同性 对异性不感兴趣 这怎么能行呢 是不是心里有问题啊 以后还怎么给我们家传宗接代呢 于是就把他们送进借同所 这个借同所呢 它并不是政府部门批准成立的 它就是一个私营机构 它和借读所这种公益性质的不同 它主要是为了赚钱 一般的包装成什么心理咨询机构 或者青少年教育中心 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 截止2017年12月份 全国依旧有 112家医院与诊所 在进行同性恋矫正治疗 有人问了 这个管用吗 这个一言难尽 据网上进去过的小伙伴说呢 这里面啊 简直过的就是非人的生活 断水断食是家常便饭 之后还又怕人给饿死 就再强制喂食 再有就是用电机 没听错 就是把电机通到你的太阳穴 在你面前播放GV 当你有反应时 它就电你 又或者把你喜欢的同性照片 放在你面前 一边电机 一边给你洗脑 不能喜欢它 这其实就是一种烟雾疗法 让你想到喜欢的人时 就马上想到被电机的痛苦 出于身体自我保护的机制 从而让你不敢想 并且每天都让你充斥在 同性恋是变态的声音中 但事实上 这并不会改变性举向 而是被迫顺途 更有研究表示呢 这个同性恋 是基因所致的 不可能后天扭转 这个咱们存疑 那这些行为到底是否违法呢 不用说 当然违法了 你把这个给人家当成一种病 去治人家这种目的 咱先不论 单纯你这些治疗手段 把孩子们给关起来 并且使用断水断食电机 甚至是殴打等暴力行为 就涉嫌构成刑法238条的 非法拘禁罪了 而且是加重情节 三年以下 如果把孩子给逼成了精神病 或者身体残废了 就是故意伤害罪了 真不知道那些把孩子送到这些地方的家长 看着孩子过了生不如死的日子时 到底做何感受 这真的是病了吗 真的需要治疗吗 事实上 我国2001年就已经将同性恋去病化了 我国法律虽然不支持同性婚姻 但没有哪一条是仅止同性恋爱的 法无禁止即可为 每个人都有选择如何生活的权利 小众不为罪 同性恋者在没有伤害别人的情况下 也应当得到同样的尊重 英国著名逻辑学家 数学家被称为计算局之父的图灵 发明了密码系统 帮助取得了二战的胜利 却因为性取向 遭受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巨大的伤害 最终把英年早逝 不可畏不可惜 彩虹不常有 但美得很正常 30岁以上单身女性可以生育一胎 乍看这观点 我是觉得 这不挺好吗 30岁以上的女性 你放到一线城市 没对象 没生孩子 真的是多得很 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焦虑 对象对象没有 孩子也没生 做了最佳的生育时期 这年以后 到底是生还是不生 生的话 可能身体恢复起来比较差 甚至孩子不健康 不生 这国家的生育率又跌了 你看上海的相亲市场就知道了 火的那是一塌糊涂 甚至他们都愿意 出10万20万的费用 给相亲平台去找推向 你这个一放开 估计能缓解他们一大半的焦虑 但是 我有仔细想想 不太对 这孩子怎么来的呢 带孕 公聚婚姻 还喜欢nicex 或者插入别人的婚姻 这个后果 确实就不太可控了 甚至都降低出轨 或者当小三生育的成本 另外 这个孩子 一出生就是单亲家庭 他到底能不能接受 自己没有父亲呢 别人都有 就我没有 那么就是从小到大来自各方 一样的目光 那种与别人不同的差异展 会不会对他产生影响 还有这个家庭教育 到底能不能跟上 并不是你有钱 家庭教育就会多好 别说缺了父亲的 陪伴和教育了 甚至有的家长 两个人一起都不行 不是有的说吗 当家长也要吃港上证 要进步培训考试 必要经常让孩子给他打分 不及格的 继续培训考试 考不过一直补考 这个远了 还有就是 如果这种社会风气 或者人为习惯 一旦流行起来 有可能就会产生 更多的不婚族 或者丁克族 这男的对象 就更难找了吗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后果可想而知 这样的建议 你们支持